好,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一直勾到最后 勾好这八个变子针之后呢 我们在最开始起针的那个地方 在这个针眼上面再连接一次 勾上一个引拔针 然后呢,我们再把线直接拉过来 留一个短线尾直接剪断就可以了 综毛这一部分就完成了 我们再把这短的线尾呢 藏到这个里侧来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狮子的综毛这一部分就完成了 勾好之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左右两侧是对称的 就是说彼此到这个综毛的这个距离 右侧和这个左侧的距离呢是对称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综毛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手和脚的部分 连在这个身体上面 我们之前是勾了这样一条带子的 对吧 我们直接给它穿到这个缝合针里面 我们先连接两个手的部分 手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 咖啡颜色线和白色线交际的这个地方 这样穿过来 就这样拉过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下面这根带子呢 也穿过来 连接两个角 就在这个倒数的第三行 或者是这个第四行的这个位置穿针 这样穿过来 保持对称就可以了 冲过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防上这个手和脚的部分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手缝合起来 最后剩下的六针 我们用这根线来缝合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黄色带色一端 放到里侧去 我们先调起这个前面三针 第二针 调半针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穿到这个黄色线上面 固定一下 这样 穿一次 再把后面的三针呢 给它这样 调起来 拉紧 这个洞就没有了 然后呢 我们再和这个带子部分呢 多缝上几针 这样就可以了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按这个方法 把剩下的一个手 还有这个两个脚 全部这样缝在上面 那么我们这个手和脚 全部缝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这个咖啡颜色线 勾了一下这个鼻头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 从上面穿针 穿出来 然后呢 从中间这个位置穿针 勾了出一个扇形的 这样一个形状 就可以了 先把这个大致的轮廓 这样圈出来 然后呢 在中间部分呢 补上这个卡丝的线 就可以了 就这样来回重复 用咖啡颜色线呢 把中间这一部分呢 全部给它遮盖住 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 嘛 成功了 挺小的 咖啡颜色线 我们修正好 我 隐蔽 好 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勾勒好鼻头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在鼻子的左右两侧,再用咖啡眼色线勾勒一下眼睛的部分 就在左右两侧来勾勒就可以了 直接这样穿出来 眼睛呢,我们是给它占据三到四帧的宽度就可以了 从下面一行这样穿针,穿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然后呢,我们再穿到另外一侧 把另外一个眼睛也勾勒一下 两个眼睛保持对称 再把另外一个眼睛给它勾勒好 然后呢,把线穿到后侧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眼睛就勾勒好了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吊叫小狮子呢,就全部都交给大家了 好了,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我们下期教程,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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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